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人物故事 我是主持人施青林 2019年3月 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一位医生在退休之后申请反聘的消息 引起了当地媒体的广泛关注和跟踪报道 这位医生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 周雅杰 周雅杰是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牧林镇杨木桥临场的医生 原本准备搬到山下开始退休之后的生活 但临场上百位工人和家属对他再三挽留 有人说周雅杰医生搬到哪儿 他们就跟着搬到哪儿 还有一位临场老人 在重病弥留之际 仍坚持从医院回到周雅杰的诊所 周雅杰在临场的深山中坚守了30多年 他曾被评为全国卫生系统劳动模范 白求恩是好医生 2018年他还荣获了全国最美医生的殊荣 那么周雅杰为什么如此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 杨木桥临场地处偏僻 医疗条件十分有限 多年来他又是如何坚持下来的呢 这位准备为老人输液的人就是周雅杰 他是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牧陵林区 杨木桥临场唯一的一名医生 作为一名全科医生 周雅杰每天都细心守护着 这里上百位临场工人和家属的健康 你好 你腿不好受 行 我一会儿就过去 走啦 别忘了吃药啊 记得点 我去郑秀兰老人家 他现在得脑梗了 原来那个也有高血压 傍晚 周雅杰接到临场工人郑秀兰的电话 拎上医药箱赶去救治 这样的出诊 周雅杰已经坚持了三十多年 牧陵林区杨木桥临场位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一处偏远的山区 距离最近的乡镇也有三十多千米 临场地广人稀 远离交通要道 百姓出行极其不便 所以很多人如果得了重病 只能选择自己扛 周雅杰一直在想方设法改善这样的情况 我就开始参加了成人高考 考起了哈尔滨子工医学院 假期了不就回到临场了吗 他们伐木 我就在那儿给他们指班拿个药什么的 发现是药有啥病 就跟我说哪哪瘦 我就给本都记下来 回到那个学校的时候 我就注意的看到是哪个科的老师 我就问他们 问他们把这些应该去到哪儿治疗啊 或者是用什么方法啊 我再告诉百姓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临场工人常年在雪地里伐木作业 由于缺乏防护意识 潮湿的气候 寒冷的空气 导致很多工人患有风湿类疾病 风湿类或者未明原因的腰腿 腿疼痛和关节疼痛 成为当地最常见的病症 邢桂湘曾经患有急性类风湿病 关节和肌肉疼痛严重 只能卧床休息 无法工作 当时他的孩子刚一岁 家里失去了收入来源 一度只能依靠亲戚救济 才能勉强维持生活 日益加重的病情 让邢桂湘觉得自己 再也不可能站起来了 当时他万念俱灰 像这种情况最好是到大医院去诊一下 听不长时间他就回来了 邢桂湘见了我抱我就哭 都说周杰完了我要摊了 人家都不行了现在 当时我们俩都哭了真的 还有这些能用啥法 周雅杰没有放弃 凭借着仅有的一个听诊器 一个体温计和血压计 他每天给邢桂湘做身体检查 但日子一天天过去 邢桂湘的疼痛症状 却一直没有减轻 一次偶然的机会 周雅杰看到介绍 针灸疗法的光碟 他如获至宝 立刻开始跟着视频学习 希望能通过针灸疗法 帮助邢桂湘缓解疼痛的症状 但让周雅杰倍感压力的是 尽管他将穴位图 经络走向等熟忍于心 却始终没有给病人下针的勇气 其实扎针之前 我都是在自己身上 都试过了这些穴位 一开始不是说的 就是一次到位就能到那个深度 都是一点试试探探的 那时候的真是疼 为了能尽快掌握针灸的诀窍 周雅杰就和丈夫张淑梁 专门到镇上的医院 去针灸喝挂号 医生给张淑梁针灸 周雅杰就在一旁偷师学艺 没有渣的吗 效果好吗 还行 挺好 几周雅杰才敢为行贵香针灸治疗 这时她已经镇定自如 下针又快又准 在周雅杰用针灸持续治疗了三个月之后 行贵香 关节疼痛大大减轻 慢慢的她能够正常工作和生活 行贵香重获健康的消息 很快传遍了整个林场 周雅杰也开始用针灸疗法 为更多有腰腿疼痛和关节疼痛症状的病人进行治疗 在她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之下 林场里病人常见的疼痛症状普遍得到缓解 周雅杰也成为杨木桥林场百姓口中最离不开的人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牧林镇杨木桥林场 地处偏僻 山路崎岖不平 夏天冰雪融化 土地泥泞 一步三滑 冬天则天寒地冻 风雪漫天 林场医生周雅杰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 每天走家串户 为百姓问诊 有时甚至要面临生命危险 其实周雅杰并不是没有走出深山的机会 早年间 她和丈夫在山下置办了一处房产 却一直没有去住 而是选择窝居在山上小小的诊所里 那么周雅杰为什么一直坚守在杨木桥林场 面对当地险恶的自然环境 她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周雅杰 常年和丈夫住在诊所里 这间面积一百多平方米的房间 大部分空间作为病人的书页室和观察室 很多林场工人碰到了麻烦事 深感压力大的时候 经常也会来这里找周雅杰聊一聊 在大家伙眼里 周雅杰每天是个大盲人 少有属于她自己私人的空间和时间 那么周雅杰究竟为什么会几十年如一日坚守在这里呢 这个蓝色白格的布袋 周雅杰已经坚持用了十多年 每次出诊 她都会用布袋尽可能多地 为病人装一些医疗器械和急需药品 几年前 周雅杰的丈夫张苏良买了一辆摩托车 希望帮助周雅杰省些力气 但万万没有想到 就是这辆摩托车险些酿成大祸 早晨起来嘛 她就给我打电话 她就说那个周姐你快来吧 我的脚烫了 当时周雅杰接到临场工人郑玉霞打来的求救电话 她心急如焚 急忙寻找可以治疗烫伤的药品 准备骑摩托车赶往距离诊所几千米外的郑玉霞家 然而在经过一座木桥时 周雅杰一不留神 连人带车掉到了河里 就是往故事上的家了 根本都可能到都没鞋子 到桥了还是到哪里行 它能什么情况呢 它能烫着篇子泡啊 还是整个脚都红了呀 就想这些了 那天是五月份喝水可凉了 腿都砸得疼 幸运的是 周雅杰从五米多高的桥上摔下 没有受伤 临场工人把他救上岸之后 全身湿透的周雅杰 立马赶回家里换了衣服 又一路小跑赶去为郑玉霞救治 这件事情之后 周雅杰再也没有骑过摩托车 每天带着医药箱 骑自行车到病人家里 泥泞的道路并不好走 而且经常遇到水坑 这个时候 周雅杰不得不推着自行车前行 恶劣的自然环境 还不是他行医路上最大的敌人 有一段日子 天生性格坚强的周雅杰 即便现在回想起来 依然心有余悸 多年前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牧林林区杨牧桥林场 效益不好 职工生活变得相对困难 周雅杰一家也不例外 因为都一年一年不开支 一年顶多给你开三个月 开六个月时候都多的 那将近一两年 那个时候孩子也上学 在说就是自己生活很多 都保障不了 那段时间 周雅杰为了能够继续留在这里 为林场百姓看病 他在诊所附近 开辟出了一片菜园 自己种菜解决吃饭问题 每天天一亮 周雅杰先到几个重症患者家里医生查房 确保每个人病情稳定之后 他就赶回家里种菜浇水 由于体力过分透支 周雅杰经常腰酸背痛 但即便这样 他也坚持按时出诊 在艰难的日子里 杨木桥林场的百姓 经常给他和丈夫送来食物 甚至有些工人自己不舍得吃 都要留下来给他 在大家的帮助之下 周雅杰一家最终挺了过来 从那以后 他更加坚定信心 留下来为百姓看病 周雅杰吃干饭了 你来了 那我先给你书三夜 一开始我就是一种感恩的心 所以想帮助大家 一直到现在 然后百姓是我对他们越好 他对我越好 就吃一口东西 就像刚才来的老太太 那几年她看我一忙 姑娘给她包几个包 她都搁兜里揣了 雅杰这包挺好吃 你快尝吧 就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家 几十年来 周雅杰抢救重症患者上千次 并且多次把病人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周雅杰的女儿小时候在山下读书 因为经常出诊 她一次又一次错过了孩子的家长会 多年来 每次过春节 周雅杰都没有办法下山和父母团聚 甚至在父亲临终前 她也没能及时见到最后一面 这些都让周雅杰深感愧疚 舍小家为大家 周雅杰在病人面前 却从来不会提起自己的心酸事 近几年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牧林镇阳牧桥林场 禁止砍伐树木 很多林场工人被安置到山下工作和生活 林场常住人口 慢慢减少 现在留在山里居住的 多数是不愿离开的老人和重症患者 在林场医生周雅杰看来 未来这些人更需要的是对疾病的预防和心理疏导 不过 留在阳牧桥林场的工人和家属 对这些方面知之甚少 那么周雅杰会用什么方法来帮助他们呢 周雅杰 凭着多年积累 对林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了如指掌 细心的周雅杰在总结之后发现 当地人普遍饮食口味偏重 多油高盐 多年下来 会增加百姓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于是周雅杰急切地想要把养生知识 交给杨牧桥林场的百姓 咱那个末梢的 那个足部的那个血管不充盈 像咱焦花一样 它没有水了慢慢就干死了 为了帮助老人们培养起健康的饮食习惯 从2014年起 周雅杰每个月都会在诊所前的空地上 开办健康知识讲座 把晦涩难懂的医学术语 用老百姓能够明白的方式 仔细进行讲解 林场里除了老人 还有为数不多的年轻人 他们当中有一个叫郭长竹的女孩 引起了周雅杰的特别关注 她曾经梦想着去大山外面的世界看一看 并且能够自己创业 然而在她20岁那年 美好的愿望瞬间破灭 2018年的一天 郭长竹突然腰部疼痛难忍 郭长竹的母亲带她到医院一检查 结果大吃一惊 她一开始她查出来是那个 就是干被摸下那个 长了一个16公分的一个大瘤子 她出来说不能治了不能手术了 真的就觉得这天要塌了 这可咋整个都太小了 她是我亲手接的 郭长竹的父母都是农民 靠种地为生 家里经济拮据 无力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用 周雅杰看在眼里及在心里 于是她号召林场百姓 积极为郭长竹捐款 帮助凑齐手术费用 不过最让周雅杰放心不下的是 癌细胞已经在郭长竹身体 多个器官扩散 郭长竹每天以泪洗面 抑郁忧伤 一度对生活失去了希望 看着郭长竹饱受病痛的折磨 周雅杰心里很不是滋味 几经考虑之后 她决定为郭长竹做足疗 足部也是身上所有的穴位 也能反射到脏器 也能起到治疗的作用 再一个是我就想跟她唠唠嗑 鼓励她一下 天天就花出来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跟她唠嗑聊天 逗得开心 虽然没有办法阻止郭长竹身体内 癌细胞的扩散 但在周雅杰无微不至的照顾和耐心鼓励之下 郭长竹逐渐变得开朗起来 她通过网上学习做起了微商 现在生意做得有声有色 这一切也让郭长竹慢慢重拾生活的信心 一直就特别相信周一万 为我付出那么多 我就跟自己父母似的 周雅杰总是事无巨细 照顾着杨木桥临场的百姓 她像一位守护神扮演着多个角色 她是留守老人的女儿 是病残孩子的妈妈 是最爱为别人操心的周大姐 恪守宗旨 心情工作 以实际行动 弘扬 静有生命 救死扶伤 甘于奉献 大爱无疆 多年来 周雅杰就是这样默默地心情付出 为病人排忧减难 用医术和温情陪伴 铸就了大爱无疆的医魂 成为白求恩氏好医生 为黑龙江省武丹江市 牧林林海的百姓 守护着生命的方舟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人物故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 再见 年纪五月